爸爸三家那些下班教我的事 这时候同时在空中除了加发和会吃之外 要来欢迎韦里安 今天晚上9点钟 透过这场Rob with Us的线上慈善音乐会 就会听到韦里安的表演 看到韦里安的表演了 但爸爸三家的脸书也会同步的播出 想问一下韦里安 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最近我在忙准备演唱会 台北的耳栗之后 我的演唱会在12月底即将展开 所以最近在忙准备演唱会 准备一些其他的演出 跟一些零星的工作相关的 没有办法跟大家透露的一些事情 以及再写新的歌 然后准备下一张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但可能要期待久一点点 之前加发就在新加坡 欣赏过你的演唱会音乐会 哇声音表现都非常厉害 你怎么样互赏了呢 互赏的话 其实平常我并没有太忌口 但我本来就对于 比如说吃辣啊 这些的没有 没有说极度的热爱 所以就还好 那当然就是 比如说表演前 就是很基本的 你说吃辣的 酒精类 前一天也 不要喝 然后 当天我会注意的是 有时候一些酸性 比较有acid的东西 尽量不要 acidity的 比如说 有些人说 要吃喝荆棘 柠檬啊 就是柠檬 橘子 甚至像 番茄啊 这些的 都有一些果酸 在里面的 我都尽量的避免 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 耳鼻喉科医师 跟我说过 可以去注意的 然后 我一开始还是 没有多想 然后 屡试不爽 后来有几次 就是真的还是想说 啊 就只是吃个橘子嘛 应该还好 然后确实声音 就会 比较紧一点 因为 有acidity的东西 对你的 Vocal Chords 会有一些些的 小的伤害啦 稍后晚上的九点钟 透过呢 IMC Live Global的脸书 还有爸爸参加的脸书呢 就可以看到 你在呢 Rock With Us的 这线上音乐会的表演了 参与这次的活动 感觉怎么样呢 能够参加 在这个线上慈善音乐会 参加任何的公益活动 其实我自己都是 非常的有热忱的 而且觉得说 可以用我的专业 就是唱歌表演 然后把这样子的 一种 very positive positive energy 这些正能量 带给所有的人 这是一件 我自己都很享受 然后都很热衷于做的事情 那这次又是线上 Rock With Us 又透过网路 可以跟大家 用音乐上面 这样子交流 我自己是觉得 很荣幸 然后也很期待 就期待着稍后 韦里安精彩的表演 希望会是非常Rock的 别走开 锁定着 爸爸三家 稍后继续有 韦里安 出现在 那些下班教我的事 爸爸三家 那些下班教我的事 稍后晚上的九点钟 留意呢 IMC Live Global的脸书 还有爸爸三家的脸书 就可以欣赏到呢 这场免费的 线上音乐会 是位慈善的 Daru A-san 孤儿院的筹款的 其中一位表演嘉宾呢 就是 韦里安 感觉上韦里安 今年做了好多事情 有自己的Podcast 然后呢 即将办大型的演唱会 发了专辑 感觉做好多 好充实哦 今年还有什么愿望吗 我觉得今年 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觉得我的今年 非常的精彩 就是 当然以大快来讲 上半年就是 终于把我的新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推出了 然后下半年就是 集中火力来准备 我的年底的这场演唱会 从之前参加歌唱比赛 到现在 哇 原来出道也将近13年了 从以前 面对媒体啦 有可能会比较羞涩 对不对 到现在 那个改变的过程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确实 在音乐路上 我觉得我是一直 不断在学习的人 就是现在的我 大家看到的都会觉得 跟刚出道的时候 也还有蛮大的差异 变得比较 你说比较活泼 外向也好 那我觉得那都是一种经验的累积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内向性格的人 就是我是一个introvert 那我只是在做这个当歌手的工作 这十年 十几年来 慢慢慢慢去学习说 怎么去跟这个世界沟通 然后怎么去把自己内心 那个比较 比较活泼的那一面放出来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啊你是不是变了 但其实我会觉得是 我私底下本来就是有这一面 然后就是跟朋友啊 跟比较熟悉的人的时候 比较容易放松 然后把那一面 比较自然的展现出来 那当然是一路上面 也有一些贵人 比如说就是公司同事啊 或是前辈啊 有些人是开导 然后有时候是我看他们的 有时候是我看着他们的转变 或是看到他们的一些 怎么去转化 怎么让自己原本的性格 跟外界沟通 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所以就是现在 我觉得我慢慢慢慢有找到那个平衡 但还有很多要学啦 那其实最后的宗旨是觉得说 今天大家都出来工作 我觉得那就开开心心 然后有效率的把事情做好 这是我的 我现在目前的最高宗旨 所以就是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以前对我的包容 那希望以后我们还可以 继续的当好朋友哦 因为以前我就没有这么觉得 但之前访问过你一次的时候 发现你的这个笑声 真的蛮具有标志性的 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媒体啦 或者节目呢 也会以你的笑声做一个标题 你会介意吗 然后会收敛吗 还是依注自我 应该就还是做自己吧 如果突然间我的笑声变成 这样也是有点奇怪 所以呢 我就还是 该怎么笑就怎么笑吧 耶 开心就好 那大家听得也很开心吧 应该吧 还是会觉得很吵 不会 我很喜欢你的笑声 所以我很喜欢你继续的做自己 最后请维里安呢 来预告一下今晚的表演好不好 是的 希望大家好好地来收看 Rock With Us 线上慈善音乐会 来看我的演出 以及许许多多 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优秀的歌手的演出 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 Rock With Us呢 去了解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们一起 在线上 好好地享受音乐 Rock With Us 感谢观看